投票日即將到來 各地紛紛佈置投票所 其中台東因為人口結構特殊 今年總共設有236處的投票所 其中有三處投票所 當中的原住民票箱 是藝人專屬票箱 因此選民投票給誰 開票後馬上揭曉 大選前夕 眾人加緊腳步 清點一箱箱的選票 打包運送 台東縣選舉委員會 10號開始發送大選的選票 並公告全縣 共設有236處的投票所 其中有五處的平地及山地 原住民立委投票箱 只有一張選票 當中有兩位選民 為了避免被知道投票的意向曝光 申請與附近投票所合併 而其他三位選民 則是維持在自己的投開票所投票 因此設立一人一個專屬投票箱 因此投給誰 開票後馬上揭曉 三個的話 它是長兵有兩個 那其中一個東河有一個 他們的考量 也許是他們 比較不重視投票名義 他們希望是說 投票比較近的地方就好 所以他們就不重有異動 選委會指出 台東因為人口結構特殊 今年參選評定員住民立委選舉的 共有9位候選人 而山地員住民 則有10位候選人 其中山處投票所 設立專屬投票箱 只有一位合格選民 而這一票投給誰 也變成了公開的秘密 記者劉令祥 台東報導 中國大陸在週二發射火箭搭載衛星 從台灣的上空飛過 全台灣都收到了國家級警報 國防部強調 是因為火箭飛行軌跡 偏離了原本預測路徑 從台南台東的上方飛越 才會因此發布警報示警 但是沒有想到 因為在英文用字的部分物質為飛彈 再加上大選將進 引發了全台騷動 對此國防部再度澄清 絕對沒有政治勢力的干擾 一切都是國安考量 只是中國預計在明天 又將有兩次衛星發射任務 到底要不要發警報 專家也呼籲要儘快的落實 警報發布的標準 免得又擾動民心 中國長者二號碧運載火箭 搭載愛因斯坦探偵衛星 9號下午3點03分 發射升空 卻讓全台國家級警報大響 大選在即十幾點敏感 警報連發 也遭質疑政治勢力 是否干預國防專業 絕無受到政治干擾 並沒有所謂的 戒選的一個問題 警報訊息的英文用語 目前也已經由相關單位 全面的做檢討修正 國防部再上火械澄清 絕無戒選情勢 英文用語物質為飛彈 也已經全面檢討 軍方也釋出軌跡圖 強調火箭 從四川西上發射後 刑警中國貴陽和成州後 接著就偏離原本 美國預測的路線 從台南進入本島上空 再從台東離開 因此才會發布警報 警報大作引發全台騷動 不過軍事專家也分析 當時火箭飛行高度高於大氣層 對台灣沒有直接影響 只是中國火箭衛星發射頻繁 十一號又再有兩次發射任務 我國防空警報示警標準 也再度受到高度關注 他都是提前公布 透過這一次的事情來讓我們的社會大眾了解說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情況 而不是藉由這個狀況來進行認知作戰 好像就是說 大陸時時刻刻好像都有某我的企圖 其實不是 專家呼籲完善落實SOP 國發部也強調將會依照對我國威脅程度 做適當處置 對案動作頻頻 國家警警報如何達到最佳效果 讓大眾提高警覺 也別勞動迷心 也在在考驗國防應對能力 界台北綜合報導 國防部在昨天發出了國家警警報 提醒中國衛星正在穿越台灣南部 但是一連發出多封防空警報 也讓不少人擔心害怕 泌尿科醫師呂錦恒就分享 國家警警報大響的時候 他正在進行手術 患者可能是太緊張 竟然開始發抖 讓他趕緊安撫 其實碰到類似的狀況 醫院都有不斷電系統 除非事件緊急 否則多半是以完成手術為優先選項 看診看到一半 卻碰上手機警報大響 到底該繼續看還是準備避難 國防部9號下午連續發出國家級警報 讓部分醫院出現小插曲 泌尿科醫師呂錦恒就在臉書分享 警報發布當下 他正在為病患進行泌尿科手術 整個手術室頓時七八支手機同時狂想 局部麻醉的患者不知是否太緊張 竟然開始發抖 醫師只好趕緊安撫 所有不斷電系統 再繼續完成手術 割包皮或是這種局部麻醉的手術 假如說真的飞馬上逃離不可 紮布先包一包 然後先壓迫直血 我就先讓他的傷口不要 霧露在外面讓他受到感染 先保病藥紙這樣子 類似狀況心臟內科醫師也遇過 手術當下國家緊報響 患者突然心跳加快 血壓還飆高 所以我們當下的經驗是 我們會先安撫病人說沒有什麼事情 不要太擔心 做到很關鍵步驟的時候 我們會持續把這個手術做完 會優先考慮台上病人的狀況 跟施作當下病人的生命真相 其實醫院都備有不斷電系統 手術室也有護理師待命協助 碰上突發狀況 醫師們都是優先考慮 把手術告一段落 除非情況緊急 才會帶著患者逃生 意外插取難避免 也考驗醫師們如何應變 這陳寗剛二弟 台北寶寶 選前倒數計時 檢警再破獲了選舉賭盤 在新竹原名紅心男子 用通訊軟體當下注窗口 以總統 副總統選舉結果 作為下注標的 讓賭客選擇不同的賠率 組合下注 而雙方甚至還用綠豆湯 藍牙耳機 當作候選人的代號 這回通通被移送法辦 你要確定 我不喜歡插你經理 經理要插出來的話 一筆一筆 你最怕是懂我意思嗎 紅心男子住處遭到警方搜索 因為他在選前大肆開選舉賭盤 打開通訊軟體更發現 當時一名賭客 正在向紅心男子下注 綠豆湯兩碗什麼意思 綠的啊 兩碗什麼 這兩碗啊 下注標的就是13號的總統 副總統選舉結果 雙方手機對話內容寫著綠豆湯 藍牙耳機 乍看還以為是在買東西 其中綠豆湯代表綠營民進黨總統候選人 賴清德 藍牙耳機則是藍營國民黨總統候選人 侯友宜 而先前台中檢警就曾破獲 檢舉賭盤 分別用夏天動物園看醫生 當作三名總統候選人代號 經前往紅信嫌疑人住宿搜索 當場查獲紅嫌意圖盈利 以本次總統副總統選舉結果 作為賭博標的與賭客對賭 全案訊號移送台灣新竹地方檢察署偵辦 選錢倒數檢警上警發條 要將非法賭博行為一網打盡 記者徐志謙新竹報導